哈喽 大家好 小张又来干海了 今天特别的冷 风还挺大的 走吧 我们先下去看看 这会儿正在飞潮的 没想到这两天风又大了 没穿秋裤 感觉太冷了 有一种冷叫做旺穿秋裤 太冷了 这场飞进去 哇 这里面好漂亮的 海星啊 哇 好大 哇 真的海星好大 你看它的触角还在动 你看 哇 这个海星太大了 比我的手掌还要大 好久没捡到这么大的了 这下面没有了 这些没有了 它那个海星太大了 今天天那么冷 海边都没人了 它就出来了 这些地方没有雨 没有呀 这些地方没有了 这些地方没有了 哎呀 是个河呀 我还以为是个大宝河 前面那是海星啊 今天这个好大的 哇 看 这边有一个 哇 两个了 都很大 油瓣了 漂亮 好冷啊 出面了 冷起来吃的 好冷的 哇 这里面藏着一只不少鱼 一个 这只不大鱼不大 能在这里当播呢 哇 可以可以 最后这只不大鱼 还吐水 放着放着 这里有过就不错了 哇 哇 今天的海星都好大 这也太大了吧 你看这巴打鱼还要往外跑 别跑了 哇 这海星 今天的都很大 不错 回家山城标本肯定很漂亮 这种很肥啊 这种海星 这天太冷了 穿的有点少 你还想跑啊你啊 轻微不过发现啊 轻微不过发现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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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网是带不走的 好多网友都说 你怎么不拿网拉不走 这种网拉不走 吃着你东西 太巧了吧 一下子摸到了 一个滑滑溜溜的冷冷的东西 花扎鱼来货了 两只有半了 再找一找 这东西都是啥呀 我爬出了一个红色的什么 我的天啊 我不要往下爬了 这个也搜下去了 我不要了 蛤蜊也好多呀 你买起来这长长 它这里放蛤蜊的 这里有一只海盔 我要捉到它 哇 吃水了 这应该得很大 哇 太轻松了吧 一面下来了 这个沙比较松啊 不错 看这种呢 哇 一楼一楼水 带个小铲子 在旁边 铲子 哇 哎呦 哇 这里太长了吧 哇 这个好 看 刺着水 哇 可以可以可以 带着 这些小眼都是海鲲 抓住 好 好 这里的沙好抓呀 这个多 这个多 这个长 这个长 拽就行了 看看看 呦呦呦呦 这里是个比较鲜瘦的美女啊 一下子就缩水了 回家洗一洗 这里也有 这种也是哈 哇 刺出来一泡水 哇哇哇 这里的难度太低了 很简单 一抽就能抽出来 哈可以 哇塞前面是八爪鱼哦 好大 哇在这里呢 这只眼睛大 这是个大眼睛八爪鱼 哇哇哇哇哇 哎出来出来别生气 你看他的眼睛哦 什么颜色的那是 编翼的似的 哦 这个大包头 哎呀这边洗了 哇就是大 太过瘾了 你看他这个头上边怎么 你看跟个奶嘴子似的 快快快放这 这里还有个垃圾 把这垃圾也烧出去吧 放水里 好 这是个小河地装沙的吗 一个半面的 这下面有个模样炉 在这在这 哇塞 哎呀 抓得这么着呀 你这还没往里钻呢 哇看这只 太贵了 哇塞了一点水 哇这爽这爽 哇一包水 解压了啊 哇这边还有一只 这边 这怎么都爬上来了 你什么情况 你捏 哇这只也可以 捏了你 哇 哇 过瘾了啊又过瘾了 太爽了 太爽了 这只海盔应该看起来不小 哎呀捏住它了 这里的沙就不像刚刚的那么松了 有点硬 我得哇哇 挖到这个海蝉了 我的妈 好恶心 慢慢的转 一包水又急出来了 断了这个 太急了 这是挖的有点急 带着吧 哇 这应该是个文革 哎哎 这种值钱啊 挺大的 这是个啥 活的吧又大 哇 这是个大文革粒 你这 我也不好怎么形容你了 我瘦了啊 哇前面还有 来 哇塞 这今天 好运啊 睁大眼睛快走 像这种蛤蜊 我都不爱药了 你看 进去了 哎呀 飘了我有点 哎呀大的 我发现了金千罗 基地 看到了没有 哇塞 这里也太多了吧 小伙伴们快来挖呀 再不挖就被人挖走了 哇这个大了 是个活的 我看到这边有肉 你看 缩回去了 哇 过瘾啊 看它 这一层是它的肉 呦 磁水了 哇 这只大 过瘾 这边有一只海葵 这海葵粉红色的 看上去是个美女 啊 长在石头上的 啊 上面是大块石头 既然被我逮住了 我就把你挖出来吧 啊 挖海葵 要快 要迅速 哦 不错耶 完整的被我挖出来了 看着海葵不错吧 还挺肥的 嘿嘿 可以啊 起的这些石头 这里海葵好多呀 看 这个是那种 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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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了坏了 还有不少蛤蜊 我能逮住它 我可以 出来 给你松松土 不想挖断了 出来出来出来了 哇 哇 看 这个是个大高个儿 特别高 长的哦 哇 这海葵回家炒着是可以 吸的这个 石片 这个也不错 哇塞 这什么情况 哇 这里这个好多呀 擦亮我的小眼 这里又一个 捏住它 捏住它 这个瘦 这个太瘦了 呀 出来了 这个有点 有点小 被我扣破了 这个太可怜了 带着吧 扣出来 就不能放弃它 哇 这个小蛤蜊也不要太多呀 这个垃圾也带走 小蛤蜊不要了 这里垃圾好多呀 这是什么呀 哎呦 大巴爪 怎么样 这个可以啊 特别大 吐了一波水 哎呀 哎呦 大 可以哦 啊 这个带着 哎呀 看 大伞似的 走 这里有个垃圾 呦呦呦呦 这边一只 哇 哇 在这石块底下等着我的 哎呦 要进去了 出来出来出来 出来出来 别别别 哇 水吸的 蹬得很紧 别别别别 出来出来 哇 这只好过瘾啊 太有劲了 你看它这个爪上面吸的 哇 它这个头气的呀 哇 看这个头 它整个鼓起来了 哇太过瘾了 这个八爪鱼 生气了啊 来 你俩做个伴儿来 进去 这八爪鱼可以 好 好 水桌袋 哇这里一只海参啊 啊 这海参受伤了 这里一个块被没有掉了 这海参挺大的 可惜了 那边一只抱头 在那儿 在那儿 藏在这下面 哎呀 嘿嘿 出来吧 哎呦别呀 别不好意思 哇 这只可以 也很生猛 你看看这小螃蟹牵着它 两只哎 这螃蟹在欺负它嘛 什么情况 这都什么事到了 上面还够着两只螃蟹 你看这螃蟹 在抓着它的 这个爪呀 你它上头了你呀 竟然敢欺负我们上家的人啊 那我肯定不同意 走 带你回家 完了 下面这里海参好漂亮 这只把它挖上来吧 这边还有一只 哦这个 你看 这个要在鱼缸里面长得很漂亮啊 这种东西 我把它 我能弄下来吗 哎呀 我要失败了 长在石头上呢 我要把它搞受伤掉 算了吧 这么漂亮了 它在这里长着吧 我就不弄它了 长在石头上 它一下子就缩进去了 咱们先看看这个地面上 这一个个圆鼓起来的 都是那个金钱螺 经常见到这些东西 但是觉得麻烦不想捡 这一次咱们这样 小铲子哈 直接把它往里面弄 金钱螺长不大 但是它味道特别好吃 很好吃 铲 往里铲就行了 一滑了一大片 哎呀 这地上都是 太多了 这个下酒菜不错哈 扣着在那里吃 跟磕瓜子似的 而且它的那个壳特别漂亮 春天青天螺 长得特别肥 这些东西咱们这边 一般不大有人要 它们一个觉得麻烦 再一个觉得 试起来也麻烦 但是撑起来的东西不便宜 这场上也有撑的 这些个头挺大的 哇 这里的一片太多了 用那个漏勺也可以 一晃水它就漏出来了 这多好呀 这带孩子来玩这些东西 比较安全哈 而且基本上缠在地上 这样挖就行了 没有什么难度 我们先把它找个水坑晃一晃 这样子把泥沙转出去就可以了 哇 哇 你看 这都是金天螺 还有一些泥沙 我这个网比较密 回家再跳一跳就行了 金天螺很多 好 接受吗 用点金天螺 你看 还有一些泥沙呀 回家还得再涮一下 再接着 今天真去弄一盘回家够吃的 因为想要组团了玩的 这个真的太爽了 就跟我回家吧 带上你的小伙伴 这多好呀 这些垃圾也捡出去吧 这是啥呀 防胜被贴 啥了 太多了 你看 我挖着 看这是个什么 哇 蛤蜊上面带着个小蛤蜊 这个肉往回缩了 上面怎么还带着个小蛤蜊 那是它的孩子吧 孩子放着吧 这里的蛤蜊也比较多 大的带着 再挖金天螺 下来发现一个这个 这是文革 活的 这个可大 这个品种是比较贵的那种蛤蜊 你看这个肉出来了 转了一圈 馋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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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馋 有的时候我挖蛤蜊 有的网友就说 哇 给我一个小板凳 我在这里挖一天都不累 可以适合你们 这个特别好 咱们好多朋友都问我 上哪里干海 这个地方就是咱们这个的 叫菜家摊 有的那种家长愿意带孩子来玩的 可以来玩一玩 这个这一块的话是比较安全 所以会推荐给大家 这里更多 哇 这里一片一片的 太多了 这小垃圾也带出去 哇 这什么东西啊 直接进去了 还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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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跑了 一路的头断了 太抱歉了 哇 这里的也太多了吧 小张来了 快跑呀 这么多一盘够了 怎么又得好几百个了 回家再把这些兔兔沙 再过一下 把这个晒出来就可以吃了 还有两个大蛤蜊 现在这个季节海星不像原来那么多了 天冷的时候呢 海星比较多 来 前面再吃 哎呀 这只八爪鱼死了 它是一只死掉的八爪鱼 还不小啊 短腿 还有最后一口气 你看 还在吐水 这只怎么不大火了 现在今天温度比较高二十度啊 在这个摊上可能太热了 它这个是中间的牙齿啊 这个是寒性的生物 它一旦被冲上岸啊 如果不在水坑里面 很快就 会变得没有 就淹了 就不用活力了啊 就带着吧 好是好的 哎呀 来早一点就好了 之前在这个地方写了一些牌子 哇 这里 哇 胖大心哎 这个东西比较少 而且特别漂亮 蓝色跟黄色的 好美啊 这个带着啊 啊 一往胯里面有螃蟹夹我 哎 哇 还有一个这样的 哈哈 又摸到了一只 哦 这只好大 这只可大了 这个海星 看 哦 带着 前面不少 你看 一眼扫过去 感觉还挺多的 我这么一路捡着吧 哎呀 哦 这里也有 天热了哦 海星有点软了 这个季节不行啊 海星 拿回家以后就软了 就不那么鲜了 它这种大的里面都有黄啊 就是 天热了 哎呀 这只倒是很烫 一口减肥了 这么爽哎 有可能是鱼米在这里下网 把 站在网上那些海星啊 他们都 丢出来 他们不要 这只受伤了 这只受伤了 哎呀 你带着吧 煮出来也是很漂亮的 哎呀 这一路还不爽 这只好几个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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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不管好不好 咱先带回家吧 你过来看一看 好就留着 不好就不要了 啊 这只 有点硫黄啊 啊这只怎么了 这只这样咱就不要了 脏了 不大好了 哇 这只漂亮 这只好漂亮啊 看 这些海星 哦 这只特别漂亮 很好 这边也挺漂亮 这些颜色紧实太美了 紫色的 收 这只脏了 哎呀 这只不好了 这只太大了也不要了吧 不要了 这只切太往前爬 可以一样 这只带走了 哇 前面还有啊 来 还有 这只 这只怎么五角朝天了 应该是五角朝天 哇 这只不好了 黄都爆僵了 妈 这个不要 到前面看一看 这个就脏了 这只我看看要不要呀 哎呀 好多都不好了 现在天热了 这些一旦冲上岸 时间一长 五分钟就会变成这样 太大了 好可惜啊 这两只又大又漂亮 看一看 这个颜色也很好 而且它是挺硬的 这里面的触角还在动 那这种的话还是比较新鲜的 可能是刚刚打上岸的啊 像这一种 这个也不错 这边一只腿有一点点受伤了 也还可以 两只 特别的漂亮吧 放桶里吧 在沙滩上找了一半天了 然后收获了一些 但是今天天热了 海星都感觉有点软了 还有好多不好的就直接不要了 这些先回家煮出来吧 我再给大家多攒一攒 到时候再一起给大家寄 今天我们就先这样吧 回家喽 下期再见 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啊 要去饭店 对啊 少奶奶那里 有客人来了 我们要去吃饭 你给奶奶做的什么呀 看看拿出来 让我们看一下 是天图 你自己手工做的 嗯 你跟我们讲一讲呗 上面写的什么呀 是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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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快乐的大包裹 新年快乐的大包裹 嗯 里面的拼图呢 在里面 这是你剪的 嗯 拼在上面的 这是我做的 这是你的创意吗 对呀 是大风 哦 这是大风啊 这个是太阳 嗯 哦 你是怎么拼起来的 回去让奶奶自己拼 是吗 嗯 哇太棒了 好 那我们先带着啊 一会儿我们就到了啊 如果奶奶不会怎么办 你可以教她呀 可是会睡掉 没事 妈妈一起去拼看看啊 外面的花都开了 好漂亮 下来吧 那个没事 走吧 这是什么 垃圾袋 垃圾袋 收着放垃圾桶里面 去看看奶奶 去看看奶奶 那关门了哦 可能上饭店了 可能直接上饭店了 瓜瓜你拿着你的礼物 我们去找奶奶吧 他们在旁边吃饭的 快拿着 拎着 好 这个饭店 上二楼 上二楼 都要拎着 不拎着 小心 那再旁边吃药 这个人都吃药 好不好 好不好 吃吃喝酒吧 都爱着酒 老板 老板 你爷爷 你爷爷 三个 三个 哈哈 放垃圾桶了 再点两个菜 点什么 你小时候野头那里 你小 我 那 那 不一样的地方 那 这太 这太像酒了吧 是啊 你也太像这个有点 是 你也太像的 你也太像是什么 哎呀 香好的味道 太小了 太猴子了 吃了 很小的 吃大包的 际糖 你先试试这个 是包子肉 嗯 我 尽量是豌豆 muy便 大的 那你吃完 塗 PF 我跟華麗去把錢結了 好好好你快炒吧 这个谁结账啊 南斤 南斤 我们那是哪一桌 南斤 南斤 你上一张 结了 好 好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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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好多网友要海鲜 天天要海鲜 但是我有花钱买的 也有自己攒的 也有剪的 也有个人要的 然后晒出来这些 准备送给粉丝 然后好多粉丝都想要 我都跟他们要好地址了 然后已经统计好了 打算给他们一些海鲜 再给他们一些裸壳 都是免费送给他们的 还有这些去年 是 这边做的一些工艺品 什么链的呀 手串啊 这些都是纯天然的 那些粉丝都反正很支持我 我非常感谢大家 喜欢看我的视频 这个东西在我们这边也不值钱 所以说都送给大家都无所谓 因为我现在也比较忙嘛 也不像去年的时候送的那么多了 现在能有机会呢 就给大家打包一些送给大家 现在这些东西也不多了 这些纸壳子都是我自己花钱买的 还有一些打包东西 这些我就给大家抓紧打包 现在快递都已经全部都通了 一般发货两三天就到了 你要是为了感谢支持我的朋友们 有走音上的朋友 还有今日头条和西瓜视频上的朋友们 这些粉丝 看到你们给我的留言啊 我都看到了 然后我现在给大家今天就打包起来 你在干嘛 我在 我在玩 带了个手链 对呀 然后给你一个罗上玩吧 我在 你拿吹吹 怎么吹 你挂在脖子上啊 这是小罗绍 看一下 哇 好棒啊 这个送给你吧 好的 快拿去玩吧 妈妈要打包快递了哈 好的 有好的有坏的 这些坏的可以其实泡酒 小的的话 我尽量给大家穿一只大一点 大一点的 如果小一点的话就 就给他多两个 多给他两个也行 其实这都无所谓 然后再给他一个螺壳 海螺壳 这都是纯天然的 有莫亚罗的壳 这都没关系 爸爸妈妈这是什么籽 这是一个小海螺 这些都得大家要这样包起来 这些 因为这些东西怕碎呀 特别怕碎怕碰壮 我都担心碰到大家那里不少了 我听听这个 哦 这有大海的声音 你听听吗 我听听有大海 听听有没有大海的声音啊 有没有 有大的声音 我给你找一个大的螺壳 听听吧 最大最大的 我想要最大的螺壳 来 哇 有没有大海的声音 有很大的大海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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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听吗 好听 这个是黄冠罗 你拿这个玩玩吧 不要摔坏了 有这个 是这个声音吧 不听吗 你不听 我不听了 我要着急给打包了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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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是吗 海星特别怕壮了 得把它好好包一下 是爱心罗 对啊 这个爱心 给你带上 哇 你像一个美丽的姑娘 嗯 太漂亮了 我 我是蠻好 那给你带上 我蠻好 你带脖子 我是蠻好 脖子别缩 来 你先拿两个去玩 太漂亮了 哇 太阳性还在这里 太阳性已经晒干了 晒透了 这个就不送了 这个自己家留着了 这些就送给大家 好漂亮的这些海星 泡酒的话也比较好 然后这个季节以后海星就没那么多了 这次基本上送完以后就没有了 我以后可以尽力的再斩一些 以后想要的话也可以给大家提 这种是猫眼罗 好多朋友很喜欢 我也送给大家 好了 我抓紧给大家包了 这样效率太低了 快点给大家包起来 下午就能发可缺了 今天就我跟大哥在家 我先要蒸点米饭 然后一会儿做些好吃的 这是桃米盆嘛 往上买的 三爽就够了 第一次用了 好像挺方便的 就这样直接把水溜过去了 好的 放入这里面 米饭蒸上了 我再跟大家隆重介绍一下 这是我刚养的那个小宠物 小张张 这是小张鱼 他应该能陪伴我很长很长时间 你知不知道他特别的可爱 哟 嘿嘿 他现在特别干 我要把它放到水里 是不是需要水了 你看 一碰他他就把眼睛闭上了 小张张走喽 你看你懒的 嘿 哎呀 你怎么吸的这么紧 起来 走走走 我把你放到池子里 养着 然后接下来我要炒这个虾酱 打开 然后这个原料全都是野生的虾 作为原料 现磨的 一个大包里面是两个小包 然后这个虾酱直接拌面拌米饭吃都是可以的 把这个虾酱挤到这个盘里 虾酱非常好吃很鲜 补盖的 一包虾酱配六个鸡蛋哈 好了 然后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 有那个打蛋器的话就会更好一点啊 这炒出来一盘够一家吃的没有问题 锅热后倒入油 油 油热后倒入鸡蛋 这个炒出来会非常的香 里面不用放任何的调料 不用放盐也不用放酱油 这里面红色的都是小虾 好了这样先制两面金黄 就可以出锅了 非常的香哦 喜欢吃大葱的朋友们可以加一些大葱 好了我要吃饭了啊 然后这是虾酱炒鸡蛋 今天因为两个人吃饭比较简单 我这边弄了这个章鱼酱啊 然后呢这是咱们那个章鱼酱 拌个米饭真的超级香 一罐份量也特别多哈 真的好好吃 这个买回家就不用担心不会做了 开罐即时的 里面满满的都是章鱼腿 哇 还有芝麻 这个香味 哇 这个是虾酱炒鸡蛋 哇 嗯 太好吃了 酱油酱是脆脆的哈 这个炒一下吃也很好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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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当当你饿不饿 一起吃点吗 嗯 睡了 还有点累了午休呢 那我先吃了啊 就像这样 有点甜口 有点辣 有点像那种韩国辣白菜的味道 真的太香了 看这里面都是满满的章鱼族 你看都是它的大美腿 嚼起来特别的脆 非常的好吃 鸡蛋弄的脆脆的也很好吃 有没有带着那个虾的 那个鲜味 补钙 孩子吃起来也特别好 很香